近年来俄军轻型装甲车无人战车出现井喷 并在叙利亚战场上大出风头 这和人们传统印象中的装甲洪流相去甚远 为什么俄罗斯会开始大力发展这类武器呢 杜老师 铁流滚滚一般是地面作战苏联到俄罗斯的一个基本描述 目前看俄罗斯的地面作战正在出现大的转型 各种无人装备加入到其中 首先是在叙利亚作战的经验 他感觉到可以积取 像天文星9 天文星6 以及其他的一些扫雷车 包括综合战斗车辆 在复杂的作战行动中 能够替有人装备执行各种作战任务 而且没有声明代价 所以在叙利亚战场取得了非常好的作战成就 第二是应对美国的所谓地面竞争 美国目前把无人战争 包括无人潜航器 无人机 无人舰船 包括无人车辆 这个四无装备作为今后发展的重心 面对未来网络和智能化的战争 俄罗斯必须从陆战武器装备要改型 所以在红场上所出现的各种小型化的 无人化网络化的装备 也是应对美国地面竞争的一个取向